好,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由私修电子工作室推出的 深入浅出STM8单片机入门系列教程 那么本套教程的配套书籍呢 是由北航出版社出版的 深入浅出STM8单片机入门进阶与应用实力 配套的硬件平台呢 是私修祥云的小王子开发版 那么今天这节课呀 我们来讲解理论课程的第27讲 配置系统的主食中为HSE 上节理论课我们讲过 HSI它是默认的主食中 也就是说上电以后 单片机默认选择HSI 这个片内的高速的RC震荡器为主食中 那么如果说我现在不想要它来作为主食中 我想配置成HSE 那么也就是说 我想让Fmaster等于HSE 这应该怎么做呢 就要讲解时中元的一个切换 那怎么切换呢 那这节课我们就要说一说 它如何切换 要操作哪些寄存器 它的步骤是怎么样的 它的切换流程分为哪两个类型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看啊 我们说这个单片机啊 特别是就是说STM8的全系列的单片机 它在上电以后呢 默认选择的都是HSI 并且选择的是它的多少分频呢 8分频 也就是说它的典型的震荡频率是16兆赫兹 那么它的8分频呢 就是16除以8 那就是等于两兆个赫兹 对不对 也就是说 在我们单片机上电以后 你根本不需要去配置时中元 它默认选择就选择的片内高速震荡器 HSI 而且呢 它是工作在两兆赫兹的频率以下 也就是说 我们再回想一下 我们在做小王子实战片的实验的时候 原来的时候 根本就压根没有去配置过什么时中元 对吧 那么程序也能运行 其实原因就在这 因为它已经默认选择了HSI 那这时候如果说 我要想把它切换成外部的这个时中 外部时中包含两个大类 第一个大类呢 就是说外部的什么时音晶体震荡器 是吧 这是一个方向 这是一个一个类别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说外部的单端的一个高速的一个时中信号 也可以啊 对不对 那这时候我想把它切换为HSI 怎么办呢 就必须要通过时中切换的机制去实现它 对吧 那么时中切换呢 它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叫做自动切换法 对吧 第二种方法呢 叫做手动切换法 那么今天这个节课 我们主要要理解的就是 什么叫做自动 什么叫做手动 它们两个有什么区别 好了 我们来看一看啊 自动切换法 意思就是说 单片机的程序啊 它只需要下达命令 就是说 你给我切到哪个时中去 然后下达了这个指令以后 这个软件就不管了 对不对 软件不管了 交给谁来做呢 交给硬件去完成 就说我反正我想要从HSI变成HSE 那你就硬件去做 那你硬件去做 硬件做的具体的时间呢 切换的时机呢 就是由硬件来决定 打个比方吧 比如说我们说硬件 比如说外部的这个时中源 它可能震荡稳定了 那么稳定的周期是多少啊 然后什么时候应该切过去啊 那么就是由硬件来把控 这个很好理解 那么手动切换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它先要等待目标的时中源准备好 就是说在切换之前 它不急着切换 它先等你准备好 然后准备好了以后 你还得给它汇报啊 我准备好了 然后准备好了以后 通通的给我汇报 汇报完了以后 我再去处理你的这个切换流程 我再决定要不要 什么时候去切换到你的时中上 然后根据用户呢 自定的时机呢 去切换 也就是说这个切换的时机 是由程序去把控的 是吧 那这时候呢 切换的流程呢 就是精细可控 每一步 一步 二步 三步 就是说都需要我程序去 逐一的控制 对吧 但是在这个自动切换里面 我只需要下达 预切换的适中 那具体的一些步骤呢 就是由硬件来自动去完成 对吧 所以说我们说 从这个程序上来讲的话 应该说是自动切换 比手动切换要简单 但是如果说你是从 这个切换流程的一个理解上来说 那么或者是时间的一个可控性来说 时机的一个把握性来说 应该是手动切换 要优于自动切换 所以说这两种切换方式啊 它可能有很多特点的都不一样 大家呢通过实验中要去理解它 加深对它的理解 这个打个比方吧 就相当于是我们开车呀 家里边开车 用的是手动挡还是自动挡 这个原理一样 你比如说自动挡的车 它就是说你在开车的过程中 挡位和你的这个速度 不需要你人去操控它 它自动就可以匹配 对不对 那么手动挡的车呢 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要爬坡 我现在可能是这个路况呢比较好 我要开到40码 50码 100码 那这时候呢就说 它要需要你自己去切换这个档位 如果说档位切换不对头的话 那它这个车就可能熄火了 或者是爬坡就爬不上去啊等等 那么这样的现象 那有些同学说了 哎呀你这个东西 讲个单片机还能讲个车上去啊 所以说这些这个地方 多给大家说一句话 就是说如果说大家有机会 可以去考一个驾照 还是有挺有用的 你想我讲个题外话吧 我18岁的时候 我就已经把驾照就拿了 对吧 那就是说名副其实的什么 老司机 对吧 那么接下来呀 让老司机呢带你飞 好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在讲这个HSE切换为主食中的过程中啊 我们先要把这个脉络理清 我们说这个视频里边 就是要让你讲得懂 是吧 听得懂 那么我把这个讲懂呢 把这个脉络呢 给你理一遍 那你就好好做实验了 那我们说这个HSE呢 它在这个树根上 树根上这个HSE 如果说它想变成Fmaster Fmaster是谁呀 就是主食中嘛 对不对 它想变成它 那也就是说 因为你这个地方 你看不只有你一个食中源 还有HSI 还有LSI 那这时候你想变成主食中 怎么办呢 就是说你必须要经过一个主食中切换 如果说切换了 就是到你这个食中源 你才能作为Fmaster 那也就是说 这时候的Fmaster 实际上跟你这个HSE 它们两个的震荡频率是怎么样 是相同的 对不对 只是说你们的名称不一样 HSE是外部的食中源 而Fmaster 是我们单片机选定的主食中 对不对 好 这个地方说 Fmaster一旦得到以后 就可以把这个频率再传给谁呢 传给各个外设 或者是CPU 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 经过一个CPU的DIV 0到2 就是这三位 它是分屏系数 当时有些同学说 你这个能不能不分屏 可以啊 是不是 那如果说不分屏的情况下 HSE就等于Fmaster 就等于FCPU 是不是这么个关系啊 就是相当于说 这个箭头指上来 然后到它 它再指上来 这个不分屏 或者说分屏系数为1 对不对 那得到FCPU 也就是说 它们三个都一样 都相等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脉络 也就是说 主动的 这个主食中的一个切换 要从我们默认的HSI 切换为外部的HSE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第一种切换方式 就是自动切换 我们刚刚已经说了 自动切换 就相当于是自动挡的小车 对不对 它使用比较方便一些 那我们来看一看啊 大多数都是由硬件 自动来完成 它是怎么切换的呢 你看 它首先呢 你要切换启动失踪源 就是说 我首先我要告诉单片机 我马上要切换失踪了 请你准备好 是吧 我就说 我可能有一个什么 什么EN位 比如说这个SWEN位 我要让它变成1 对不对 意思就是说 我现在要切换失踪 然后呢 就按照用户具体的一些需求 比如说我切换完了失踪 那么CPU告不告诉我 给我说一声 打个比方吧 比如说我有个快递到了 我说小刘啊 你帮我去取一下快递 那么小刘说 那取了快递 要给你打电话吗 你说 还是给我打个电话吧 我来取 那意思就说 要中断 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给小刘说 不用给我打电话了 你就放到我办公室就行 我明天自己去拿 那么这时候就不需要中断 这个中断 就选择性的给中断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切换完成以后 它会有一个中断 申请给CPU告诉你 我切换完了 你要干啥 下一步你要干啥 如果说你不需要中断 那你就不使能呗 对不对 一般的情况下 我们一般在自动切换里面 不使能中断 要来没啥用 那么再来看一看 它说 再将预设定的时钟源 写入到主时钟的 切换寄存器中 那么这是啥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告诉这个单片机 你究竟要想让谁来作为主时钟 对不对 我们原来讲过吧 它有三个皇子 叫做HSE HSI和什么LSI 好了 这三个就是皇上生的儿子吧 对不对 那就是皇子 那谁要当皇帝呢 那你就要把他的这个名字 提交到这个上边去 是吧 我说让他当皇帝吧 那就把他的值写入到 这个主时钟的切换寄存器里边 好 那么这时候呢 就是要等待中断这个事件 来汇报完成情况 比如说你告知了 我要指定他为时钟源 那好了 你如果说完成了这个过程 如果说并且你使能了这个中断 那中断就会产生一个请求 就告诉CPU 我已经切换完成了 等待CPU的下一步的指示 对不对 那自动切换机制呢 需要大家记忆一下 这个整个的过程 而且我们讲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还要涉及到三个重要的寄存器 大家一会儿我讲流程的时候 大家务必要把它记下来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看 自动切换时钟源的步骤和配置流程 我们说配置流程里面呢 一共有12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大家看一看啊 它是硬件自动完成的 比如说上电复位开始 对不对 你上电复位 这是硬件自动就完成了 那么还有第二个呢 就是默认选择HSI的HSI 它是16兆 16兆的八分频 就是16除以8 就等于2 就是2兆的主时钟频率 对吧 这个也是硬件自动 第三个呢 就是说是软件操作 你看啊 这三步就是软件操作了 第一步就是要配置切换控制寄存器里面的SWE EN位等于1 意思就是说告诉单片机 我现在马上就要切换时钟源了 对不对 就是要允许我的切换过程 允许我的切换动作 那这时候呢 就是SWE 大家很好理解这个位 为什么很好理解啊 SW相当于是什么啊 Switch这个单词 Switch是什么意思呢 在我们单片机的这个程序流程里面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进行一个选择 是不是啊 或者是分支 或者是切换 那么这个EN呢 就是我们说的使能位 那大家这么来记忆它 SW切换 EN就是使能 切换的使能位 是不是啊 那么而且前面呢 有一个寄存器 叫做SWCR 也很好记 SW呢 就是切换的意思 对吧 C呢就是control 是吧 control就是这个控制的意思 对吧 R呢就是register 就是寄存器的意思 SWCR 好了 那这个就是啊 这个切换的控制寄存器 这个意思吧 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看 按照用户需要 那可以配置它的这个中段 也就是说 我想让有一个中段提醒 那就是这时候呢 我就把这个中段的允许为 使能位的制成1 我不想要中段的提醒 那我可以不把它制成0 或者是根本就没有这一步 也就是说这一步是可选的 你要中段 你就必须要把它制一 而且你后面还要写中段服务函数 如果说你不要中段 那你就可以忽略这一步 那么第四步 你就可以把它删掉 是不是这意思啊 好了 第五步 就是把预设定的时钟源 写入到主时钟的切换寄存器 好了 这个地方我要 必须要给大家重点的讲一讲 什么意思呢 有些同学说 我这句话我能听得懂啊 不需要你重点讲一讲啊 你刚刚不是说了吗 时钟源的值 你说三个皇子 谁当皇帝 然后要写到这个寄存器中 这个倒是不假 我重点讲的不是这个过程 而是这个名称 大家注意看一下 看他俩是不是长得有点像 一个叫做CLK SWCR 一个叫做CLK SWR 有多少同学都给我搞错了 这个地方 你看 SWCR 是切换控制寄存器 多了一个C 而这个SWR 是我们说的主时钟切换寄存器 它不是控制寄存器 这个地方一定要区分清楚 多一个C 少一个C 完全不一样 对不对 那这个寄存器里边装的主要是些什么东西啊 就是与切换过程有关的功能位 而这个寄存器里边装的是具体的三大时钟源的哪一个时钟源 对不对 那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啊 所以说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记清楚 那么第六个 就是说 硬件自动呢 它会让这个SWCR 这个控制寄存器里面的一个SWBSY为 制一 这个地方给大家解释一下啊 SW还是切换的意思 BSY呢 代表BZ BZ就是繁忙的意思 就是说现在比较忙 比较忙碌的意思 为啥比较忙碌呢 因为你让给别人干活了 对不对 你给别人下发了指令 你让别人去切换时钟 那CPU肯定很忙啊 对不对 那这时候 它就会硬件自动把这个S切换的忙位 把它进行硬件的制一 也就是说表示我现在正在为你切换时钟 现在你不要打扰我 是不是 相当于说非常忙 那么第七步呢 就是说目标时钟震荡器开始启动 谁启动啊 就是HSE 那HSE 因为我们要把时钟切换到HSE 在这个地方就是目标时钟 就开始工作了 是不是 开始工作 然后我们要等待它 就是说刚刚开始启动以后呢 经过一段时间 趋于一个稳定 还记得吧 我们说HSE 它在起震的时候 它不是说马上就达到一个稳定的周期 它有个起震的时间 这个小t 对不对 那我就说 把这个小t经过小t的时间以后 它就稳定了 这时候呢 就绪了 对不对 这也是硬件自动的过程 那么接下来再说 就说SWBZ位呢 就说我这个盲信号呢 现在就不盲了 就变成了0 自动清零 啥叫不盲了呢 就是说 我给你切换完了 新旧的时钟呢 切换完成 这时候我盲标志呢 就不盲了 就变成了空闲 对不对 那这时候呢 就说明了 说明你这个SWR中的寄存器 你想设定的 想指定的那个切换时钟 已经到达了主时钟 已经到达了主时钟 相当于是皇子 已经当上了皇帝 这个意思 对吧 我们刚刚想设定 HSE作为主时钟 这个主时钟是谁呢 就是Fmaster嘛 对不对 就是master的时钟员 已经选定了HSE 这时候新旧时钟 已经切换完成 那么再按照用户的需求 刚刚如果说 我们使能了一个什么东西呢 叫做SWIEN 如果说使能了 这个中段的使能 这个位的话 它就会产生一个中断 并且呢 SWIF位呢 它会硬件之一 表示成 它的意思就是说 有切换事件发生了 你也可以用中断法 去判断这一位 中断法 去接收我们的中断请求 也可以用查询法 去判断这一位 都是可以的 对不对 你用中断法也行 你用查询法也可以 那么11呢 就说程序接收中断 如果说你有中断 程序接收中断 然后呢 并且软件中断呢 对这个SWIF位呢 进行清零 为啥呢 就是说 你把这个事件发生 你已经获知了 所以说你就把它清零 意思就是说 你在恢复到 没有切换事件 发生的那个状态 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就有利于下一次的 切换流程 对不对 那12就是说 单片机的工作 已经在新的 失踪频率之下了 也就是说 我们说HSI 已经成功的 转换为了 HSE这个失踪 好了 这个地方 我们就说完了 自动切换的一个 12个步骤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看啊 我们说自动切换 失踪源呢 它有一些特点 还有呢 我们在里面呢 说了三大重要的 寄存器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 自动切换 它的特点是什么 大家一定要拿出 笔记本 拿一支笔 是不是 好记心 不如烂笔头 来我们来记一记 自动切换 它具体的过程 大多由硬件完成 刚刚我们已经看了 软件只是做了一件事 就是干啥呀 先要实能切换 然后再指定一个 具体的失踪 它就做了这么几件事 对不对 大多数的东西 是由硬件来自动完成的 软件操作 只是下达转换 和指定失踪 对不对 那么第二点 就是说在下达和指定失踪以后 只需要等待切换完毕就行 也就是说我现在就等吧 具体的时间 那就是硬件来把控 是不是 那么第三个 可以按照用户的需求 去使能中断机制 中断机制并不是必须的 我们刚刚说了 你要判断这个SWIF位 可以用两种方法 一种方法呢 就是中断法 对不对 一种方法呢 叫做查询法 什么叫查询法 那就说不断的去判断这一位 是不是有变化嘛 对不对 就这个意思 第四个 切换的时机 不是绝对可控的时间 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就是说 你这个切换的时机啊 我也不知道 它什么时候完成切换 因为我下达指令以后吧 那剩下的事就不是我软件在做了 而是硬件在做 对不对 所以说不由程序控制 而是由硬件来把控啊 硬件来把控 在这个整个12个步骤里面 我们接触到了三个重要的寄存器 这个寄存器可以说 在时钟切换里面 这三个三巨头啊 肯定随时随地都要用 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把它搞得非常清楚 是吧 第一个是这个寄存器 叫做SWCR SW代表切换 C呢代表控制 R呢代表寄存器的意思 Register 对吧 那这时候就叫切换控制寄存器 那这个SWR呢 就是切换寄存器 对吧 主时钟的切换寄存器 那么这个CMSR呢 就是C代表这个时钟 对吧 M呢代表主时钟 那么这S呢代表状态 R呢代表寄存器 连起来说就是主时钟的状态寄存器 也就是说当前主时钟状态寄存器里边存的是哪一个时钟 那么FMASTER就是哪一种时钟源 这个好理解吧 对不对 比如说这个寄存器里边放的是HSE 那么就是SHE作为主时钟 那如果说这个寄存器里边放的是HSI 那么就是说由HSI作为这个主时钟 那如果说这个寄存器放的是LSI 那么也就是说由LSI作为主时钟 这个很好理解 对吧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三个大头 对吧 三大头之一就是切换控制 我们来看一看啊 切换控制里边 它的高四位没有用 你看保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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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那么它的第四位呢用了 而且第四位全部都基本上是一些控制位 或者是标志位 好 这个寄存器实际上并不复杂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看吧 如果说我在切换过程中 我想要执行切换 你应该设置哪一个呀 我想要启动 我想要执行 大家说应该是哪一个 应该是EN 对不对 也就是说我允许你切换 好了 这是这个位的作用 并且说我在切换过程中 切换完了 我想让它产生中断 请问是哪一个位呀 就是这个IEN 对不对 好了 现在我正在切换 我很繁忙 对吧 我很繁忙 那应该是哪一个位表现出来 他正在切换呢 就是ISWBZ位嘛 对不对 那么我现在切换完了 我这个事件已经进行了 切换的事件已经发生了 我想要获取这个状态 应该是哪一位呀 就是这个ISWIF 那有些同学说了 哎呀 你这么一讲吧 我就非常清楚了 那我想问一下啊 这个东西 呃里边 你刚刚不是说有什么自动切换 有什么手动切换 那你这个东西好像 你说的这个三巨头都一样 那这个切换流程 它有什么区别呢 问的非常好啊 非常好 那好了 我给大家讲一下啊 在这个里面 有一个位非常特殊 大家拿出来小本 要记忆一下啊 谁比较特殊呢 SWIF 这个位为什么特殊呢 这个位在不同的模式下 它有不同的一个表现 比如说你在自动模式下 你看啊 它这个位在自动模式下 它是零四一 代表什么呢 代表有没有这个事件发生 就是说它有没有这个事件发生 啊 我把它写一下 就说在自动模式下 这个位的零或者是一 代表有没有时钟切换 这个事件发生 如果说是在手动切换模式里面 它代表的就不是这个含义 而是说目标时钟源 有没有准备好 好 把这个地方记住 有没有准备好 和有没有事件发生 这是不一样的哟 是不是 所以说大家把这个地方先记住 这个东西很重要 接下来我们再往下说 一会儿我们说到手动的时候 大家就理解了 这个地方先做笔记 好吧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看三大投资 二 二就是说是主师中的一个切换寄存器 那也就是说 我想把三个王子里边的一个提为什么呀 皇帝 那这时候三大王子应该说 它是满足一个限定的 必须是大王子 二王子 或者是三王子 那大王子呢 就说HSI 那么它的值呢 就是0XE1 那么如果说是LSI呢 它的值呢 就是第二 如果说是HSE呢 它的值呢 应该就是B4 对不对 也就是说 那我考大家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 我现在假设想要这个LSI做皇帝 请问大家 我应该怎么写呀 那我肯定就应该写 CRKSWR等于多少 等于0XD2 就这么写就行了 对不对 意思就是说 我想指定由第二这个师中 来作为主师中原 第二是谁呀 就是LSI 明白意思没有 它把这三种师中原 用三个不同的16进制数的数值 来表示就可以了 对不对 而且我们看这个寄存器 它有一个非常的解惑的地方 哪个地方呢 你看 它叫默认的复位默认值 默认是E1 注意哦 大家看这个复位值这一栏哦 1110 0001 你翻译过来就是E1 为什么复位以后是E1呢 这就好理解了吗 我们刚刚说了 单片机上电复位的时候 主要选择的就是HSI的八分屏 等于两兆失踪 是不是讲过这个东西 所以说这个东西 它本身来说 就复位以后默认选择的就是E1 选择的就是E1 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寄存器呢 非常的简单 那再来说三大投资 三就是我们说的主时中的状态寄存器 也就是说状态寄存器里边 是写的哪一个时中元 哪一个时中元就是主时中元 就是说谁就是皇帝 对不对 那这时候我们来看一看 主时中的状态 它在复位以后 也默认选择的是HSI 作为主时中 而且它们三个的值 和我们刚刚说的SWR 这个里面的值是一样的 对不对 分别是E1 D2 或者是B4 这个地方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注意 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这个地方 好像我写的时候 写掉了一个C 叫做CLK 不是LK 这个地方大家注意一下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看 好了 我们说光说不练的假把式 是不是 因为你刚刚说了这个切换流程 那我就想看一看 你这个切换完了以后 它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现象 好了 那我们就来做一个实验 我们说在小王子 购买了小王子的开发版的朋友们 看这个实战片 我们有一个单独的讲程序 代码的一个部分 HSI和HSE 自动的进行一个切换 HSI是片内的高速的RC震荡器 我现在要把它切换成 HSE 就是这个片外的一个高速的失踪 我们来看一看 这是单片机 我们小王子的开发版呢 选择的是功能最强的一个 208MB 是吧 这个芯片 那我们来看一看 208MB呢 这个地方我选定一个GPIO口 就是PF5 我让它不断的输出一个什么呀 跳变 或者是说我让这个引脚的状态 不断的进行一个取反 取反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PF5这个东西 等于是什么呢 就是非PF5 是吧 或者说这个暗卫取反 要暗卫取反 那么让它输出一个什么呢 高低电瓶的脉冲 那如果说你的这个输出信号的频率呢 比较低 那么这时候呢 我接一个灯 我就可以看到这个灯在闪烁 如果说这个频率呢 比较高 那这时候我看 这个人眼呢 就看不出来了 人眼看不出来怎么办呢 你就必须要拿仪器来测试 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逻辑分析仪 把这个探针接在这个引脚上 对吧 然后在这个上位机的界面上 去看它这个这个时序 逻辑啊 怎么样 它的频率有多多大啊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说在做实验之前 必须要把这个金针上好 是吧 我们小王子呢 自带一个16兆的金针 大家要从那个包装里面呢 把这个16兆金针拿出来 然后上在小王子的开发板上 然后我们就可以让它起振 对不对 如果说有些同学 他在做实验的时候 他压根就没把这个金针上上 所以说它就导致失败 对不对 先要把这个金针上上 然后就让这个片内的 HSI 然后成功的转换为片外的这个HSE 对不对 由HSE来接任这个主时钟的这个时钟源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说这个程序啊 设计实际上不复杂 你看 我把这个时钟源的值 已经给你写得很清楚了 注释写得非常清楚 而且说 假设说现在的时钟源不是B4 B4是谁呢 就是HSE嘛 对不对 那如果说现在不是选的HSE 那么现在就切换 那么怎么切换呢 就是怎么怎么样 把这个1N位先打开 打开了以后 然后再指定一个时钟源 叫做B4 对吧 B4指定了以后呢 我就等待这个SWIF位等于1 那如果说等于1了 意思就是说时钟切换完了 切换完了以后 我再清除相关的标志位 是不是啊 那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好这个东西就很简单 而且我这个程序里边呢 我是这么设计的 就是说我们这个上电支出啊 如果说是选择的HSI 那它的这个频率 肯定是2兆 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把它切换到HSE 刚刚大家在电路图里边 已经看到了 我们这个地方是12兆 大家想一想 12兆和2兆一不一样 大家想这个问题 12兆和2兆肯定不一样 谁高呢 就是HSI的频率远远的比HSI要大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也就是说同样的这个 这个方波的这个程序啊 就是暗卫趋反 这个引脚状态趋反 如果说是12兆 那它可能非常的密 如果说是2兆呢 它可能就要宽一点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大家能想象得到吧 我打个比方吧 有些同学 他他理解不了 是吧 就是说感觉这个程序没有变化 单面积程序没有变化 那为什么10兆元的频率变化了以后 程序的快慢就不一样了呢 它理解不了 好 这个地方我给大家举一个生活中的例子啊 比如说你早上起来 你到这个湖边一看 哎呦 老大爷在锻炼身体啊 在打太极拳啊 旁边这个收音机啊 或者喇叭 就是放太极拳第一是当当当当当当当 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好 这个音乐呢 非常缓慢 是吧 老年人们打个太极拳很缓慢 比如说旁边有一个青少年 是吧 青年在跳街舞 你听他那个音乐 当当当当当 非常快 是吧 那也就街舞的音乐的节拍 和太极拳的节拍 肯定就不一样 如果说你非要把这个 街舞的这个节拍 用在老人打太极拳的身上 你想一想 这个老大爷跟着街舞的节拍 打太极拳 我的这个天 我都不敢想象 那肯定就骨头都打飞了 都有可能 是不是这样 说的有点夸张啊 或者再举一个例子吧 是吧 我们小的时候有一个什么东西啊 眼保健操 还记得吧 课间了 大家休息 是吧 眼保健操 如果说你想眼保健操 那也是很 很非常的柔和的那个音乐 如果说你把这个音乐 换成街舞的音乐 那得把眼珠子都给挤出 出来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所以说我们假想一下啊 我们说这个失踪啊 假设程序并没有变化 但失踪的节拍变快了 那你这个执行的速度 那你肯定要发生变化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这个地方 我们就给大家说一说 有些同学说 那你这么说了以后 我还是不直观 我想看一看现象 好 满足你好不好 老司机带你飞 好吧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 这个失踪源的一个切换的实战效果 你看如果说这个A这个这个电平区域呢 它就是12兆啊 就是12兆是谁呢 是HSE对吧 那么这个B这个区域呢 就是两兆 两兆是谁呢 就是这个HSI 好 你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就密 这个地方就输 这个地方就密 这个地方就输 有些同学就问了 你这个逻辑分析一测出来 它怎么是这么连在一起的呢 因为我程序里边 不断的在执行一个跳变 不断的在执行一个切换 HSE切换为它 它再切换为它 它又切换为它 就不断的在切换 所以说大家看到的这个电平的区域啊 就是这么一个波形 好 那么大家如果说要看的明白一些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的这个测试数据 是吧 两兆到十二兆 那么转换成十二兆以后 它的跳变周期呢 是四十三个毫秒 如果说从十二兆跳变到两兆 那它的就变成了 0.26个秒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就能看得出来 确实速度有变化 那有些同学说 老师啊 我用这个逻辑分析 以我得出来的这个时间 为什么和你书上的时间不一样呢 这个地方解释一下 因为我编的延时函数 你未必是按照我的延时函数这么写的 所以说这个地方的时间 大家不用去追究 但是这个效果差不多 是吧 时间就不一定好说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看 第二种切换方式 第二种切换方式呢 我们把它称为手动切换 什么叫手动切换 意思就是说麻烦一点点 但是它也有优点 它的优点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在切换的整个过程中 它都是非常清楚的 非常精细的 可以控制的 并且它切换的时间 时机是由程序来把控的 好了 我们来看一看 它这个手动切换 它不是说一开始 它就把这个东西制一 它就不是这样 它是首先等待目标稳定 它首先让这个目标等待稳定 然后呢 这个目标稳定以后呢 它会发一个中断信号 给CPU 意思就是说 我准备好了 就说 比如说我给你打一个招呼 说小刘啊 我今天晚上啊 可能到你家吃饭 我给你打个招呼啊 意思就是说 让你有个准备 我可能要来 是不是 意思就是说 他这个这个朋友之间说 那你来吧 是不是 那我这个这个 晚上给你做一条 鱼 或者给你做的丰盛一点 是吧 想一想 反正就是做一些好吃的 就这个意思 是吧 就提前准备一下 意思就是告诉你 我要切换到这个失踪 那就等待你准备好 你准备好了 就给我打电话 就给我打电话 是什么意思呢 就发出一个中断信号 准备好了 那这时候呢 我CPU呢 再去切换啊 意思就是说 它不是一种立即切换 不是立即切换 好 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看啊 这种手动切换 它的步骤呢 也是12个步骤 我们来看 第一个 硬件自动 是上电复位 对不对 这个地方 我们已经讲过了 硬件自动 是我们说的 默认的八分屏 就是两兆失踪 HSI 这个地方 跟手 跟我们的自动切换 没什么区别 这个地方就有区别了 大家看一下啊 第三步 就是说 按照用户的需求 它可以配置 这个中断 使能 也就是说 你这个地方 可以使能中断 可以不使能中断 如果说你使能了中断 它会好处理一点 注意听哦 这个地方 我讲的是 要是使能中断 反而它好处理一点 如果说你不使能中断 它不是特别好处理 你要不断的去轮行 它这个位 那这个地方 建议大家 可以去把这个中断位打开 这样非常好处理 而且呢 我们说第四个呢 就是说 预设定的失踪源呢 可以写入到主失踪 切换寄存器中 这个没啥问题 就是说 三个皇子谁当皇帝的问题 对吧 第五个就是说 切换控制寄存器里面的 SBZB呢 它就硬件制一 意思就是告诉你 我现在正在切换失踪 或者是说 我现在正在让它准备好的过程中 我现在就很忙碌了 对不对 好了 这时候呢 预定的这个目标的整当器呢 就开始启动 并且呢 经过一段时间以后 趋于稳定 达到一个就绪状态 好 你看一看啊 这个地方 它没 它这个地方到这一步 到第七步 它仍然没有把这个SWEN位置一 注意哦 这个地方跟自动是有区别的哦 自动是首先就把这个EN置一了 立即切换 你这个地方 它现在都还没切换 也就是说 先让你准备好 但是我还没去你家做客 先让你准备好 再说 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啊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到了第八步 就是说按照用户呢 产生一个中断 就这个中断给谁呢 给我们说的这个CPU 就CPU 告知CPU 我准备好了 你可以进行切换了 那这时候的SWIF位呢 就自动制成一 我们刚刚已经说过 SWIF位 它很奇怪 它在两种状态下 不一样的含义 自动状态下 表示的这个事件 有没有发生 而在手动状态下 表现的是 目标 有没有准备好 是不是啊 这个地方 大家注意一下啊 第九个 就是程序接收中断 程序接收中断了以后呢 就是让这个 SWIF位呢 清零 就是这个标志位呢 进行清零 对吧 第十个 这就是软件操作啊 就是说 由用户自行决定 切换的时间点 你 比如说你既然准备好了 比如说 我打个比方 我说 老刘 我晚上到你家吃饭 然后你说 然后别人准备好了 说 你来吧 我说 我晚点过去 有没有这种情况 有吧 是吧 我说我晚点过去 我忙完 我就来 那也就是说 你的这个切换的时间点 是由程序来把控 是吧 我想什么时候切 就什么时候切 反正你已经准备好了 这时候呢 就可以配置切换寄存器 SWCR里面的 SWEN位等于1 这时候到了第10步 才使能了切换 对不对 它是 它不是立即切 它是等你准备好了以后 根据我的时间 我来选择具体的切换点 然后第11个呢 就是说 SWBZ位呢 就清零 清零的意思就是说 我现在已经怎么样 已经切换成功 已经切换成功 它的这个标志位呢 就不再忙碌 这时候单片机 就工作在新的失踪频率下了 是吧 这个意思 就是手动切换 可以看出手动切换 比自动切换 它稍微要麻烦一点 但是我们说 通过手动切换的讲解 我们可能对切换流程 更加的理解 你打个比方吧 比如说你看 开那个手动挡的车 手动挡的车的司机 去开自动挡 它开的跟玩一样 你要让自动挡的司机 去开手动挡的车 那我估计 那就不一定能开的好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所以说我们理解一下手动切换 它是很有必要的 我举个笑话 这是我真人真事 上次我过红绿灯 过红绿灯呢 我就转弯 这个地方给大家讲一下 可搞笑了 我过红绿灯 我就转弯 转弯了以后呢 我这个旁边呢 就有一个女的司机 女司机啊 我的天 是吧 她就当时那天也没下雨 她就突然打开了一个雨瓜 她就把雨瓜打开了 我就不理解这是啥意思 我旁边我爸爸冷冷的说了一句 她可能是要转向吧 我当时就无语了 是吧 哦哦原来是这样 所以说提醒一下大家 如果说是女司机 她打了一个雨瓜 又没下雨 有可能是要转向了 这个这个意思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手动切换失踪源的特点 及注意点 这个地方我们来说一说啊 手动切换失踪源 它有哪些特点呢 大家又要拿出小本 咱们又来记忆一下 单片机软件操纵 整个这个这个 我们说的单片机啊 软件操作控制整个切换过程 也就是说切换过程的每一步 实际上都在我的控制之下 对不对 第二个呢 就是说 它不是一种立即型的切换 它是等你转换好了 等你准备好了再切换 是吧 第三个就是说 整个流程里面呢 使用中断将会简化控制 这个地方推荐大家 在手动切换里面 使用一下中断 使用一下中断 使用中断了以后呢 你还要编写一个中断服务函数 这个服务函数 在我们以后讲中断章节的时候 我会给大家讲一讲 怎么来书写 其实也很简单 第四个呢 就是说切换的时机 是由用户的程序来控制的 对吧 而且具体的这个转换的时间 是由硬件来决定 打个比方吧 比如说我这个时音晶体震荡器 它还没有震荡稳定 那我就得等它一会儿 对不对 就这个意思啊 手动切换时中原的过程中 如果说切换遇到了麻烦 或者遇到了失败 这时候怎么办呢 你可以把这个SWBJV 强制性的让它清零 清零了以后它就复位了 复位以后就默认 它会恢复到原时中 原时中就是谁呢 就是HSI 它复位完了以后 复位完了以后 就回到了HSI 就相当于说你切换失败 切换失败了以后 你还可以再重新的切换 如果说你遇到这种问题的话 你可以进行这样的操作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那么有些同学呢 他可能要提出一些疑问 他说我有疑问 你说你这个时中切换完了以后吧 我能理解 那么原时中在干啥呢 也就是说你刚刚说的HSI 切换为HSI 好了你现在打个比方吧 你切成功了 那么HSI它干啥去了 它还在起证吗 还是不起证了 我想问一问大家 按照我们的理解的话 那我如果说把这个东西切到HSI了 我还需不希望HSI再运行呢 我肯定不希望 为什么呢 我打个比方 比如说我们晚上睡觉 我就把卧室里边的灯打开 我需不需要把厨房的灯也打开 把客厅的灯也打开 不需要 我在哪个地方 我用什么资源 我就想那一间屋子里面的灯就打开 其他屋子的灯都关掉 为什么 节约用电嘛 对不对 那同样你说 那你就让它运行着吧 那你这个东西有啥疑问呢 你让它运行 它不耗电吗 它要耗电 它能节省功耗吗 所以说 我们说对于有一些节省功耗的场合来说 我们需要在切换以后 按照所需 你可以把时钟源进行一个关闭操作 但是大家要注意这个关闭以后 如果说你HSI出现问题了以后 那可能它会影响到一些东西 所以说就按照大家的这个 这个这个需求来具体的一个决策 如果说你想把它关掉 那怎么办呢 你就要配置一下内部的时钟寄存器 和外部时钟寄存器 这是两个新的寄存器 给大家解释一下 一个叫做ICKR 一个叫做ECKR 好 我们主要关心这么几个位 LSIEN HSIEN 还有HSEEEN 你看 都是什么什么东西EN 什么什么什么东西EN 这个EN一般来说就代表它的一个使能位 对不对 如果说你不想让它开启 你就把它的使能位置为零就可以了 是不是啊 或者说怎么怎么样 把它操作一下就行 所以说大家要理解啊 如果说你切换完了以后 原始钟它并没有关闭 它还在运行 还在运行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说一说 光说不练 假把式 对不对 又到了这个实战阶段 我们说这时候呢 我们要做的实验是手动切换的过程 电路图还是这个电路图 逻辑分析仪 还是连接到这个接口上 而且这个时音晶体震荡器呢 依然接在电路里 是吧 那这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程序 程序呢 大多数差不多 但是有一些语句呢 完全不一样 你比如说这个语句 ASM RAM语句 这个RAM语句 乍一看吧 完全没有看过 这个是个什么东西呢 是STM8 在就是说 IAR环境下 IAR环境下的一个 专用汇编的指令的一个调用方法 就是这么写的啊 这个RAM就是 实际上是我们 STM8的一个专用汇编指令 它可以调节 CPU里面的一些软件的 优先级以后我们会讲啊 它达到的 间接达到的效果 就是让这个面函数的优先级下降 让其他的优先级可以上升 可以打断我们说的主函数的执行 好 以后我们再说吧 这个地方给大家满足一下好奇心 反正大家就理解 这是一种专门的指令就行 是吧 然后这是中断服务函数 这个地方写了个警号 意思就是什么什么 这是一个中断的向量地址 对吧 或者是向量号 然后这是一个中断服务函数 这个服务函数里面干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清除标志位 第二件事就是 使能时钟的切换 对不对 这么一看也非常简单 也没有什么东西 只不过说 这个东西写法 可能我们要注意一下就行了 对不对 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看啊 我们翻到上面去看一看 我们说大家 看这个程序 发现一个问题没有 有些同学说 什么问题呢 你发没发现 我这个程序的注释 写的比较多 有些同学就说了 我以为什么问题呢 结果是注释比较多 所以说给大家说一下 小王子的这个历程里面 实际上 你在看这个程序的过程中 大家一定要培养出来 写注释的习惯 你看小王子的程序里边 都是注释写的非常多 非常清楚 这样的话就能让你每一步 记得非常清楚 你按照这个流程啊 怎么怎么样 有些同学说 我怎么听着 感觉现在打广告啊 其实就是小广告 对吧 无处不在的小广告 是吧 接着呢 我们再往下讲啊 我们说HSI和HSE 手动切换 失踪的一个具体效果 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说 比如说 我这个A 是把HSI 两兆切换为12兆 它就是很快的这个区域 A区域就是比较快 你看到没有 A区域就比较快 那如果说 我把这个12兆切换回去 就变成两兆 它就比较慢 你看这个地方的B区域 就是两兆 但是我们说 切换回去了以后 不一定说 非要按照两兆来工作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HSI 不一定说 非给我八分频嘛 我可以除以4 16除以4等于多少 等于4兆 比如说我要把12 切回到4兆 我可以设置一下 HSI的分频系数 我也可以让 它里面的失踪 不要保持两兆 而是4兆 你看这个地方的B 它就是4兆 4兆 它的这个明显 就要比两兆情况 要密一点 但是比12兆 还是要稀疏很多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所以说这个地方 在小王子的实战视频里边 我们会继续的 为大家讲解 好 今天这节课 差不多 我们就说到这个地方 有的同学说了 说老师 我有一个最想问的问题 我没问 我看你这个视频 讲到最后了 我就看你讲不讲 好 有些同学说 我一直没搞清楚 HSI HSE 你刚刚说了 他们两个可以切换 然后你就兴致勃勃的讲 他们两个咋切换 咋切换 我想问的问题是 他们为啥要切换呢 有必要切换吗 我想说 能问出这个问题的人 绝对绝对都是大神 为什么呢 你想一想啊 你这个HSE 打个比方 你才12兆 我内部的HSI 可以最大达到16兆 我有必要切换吗 这么一比较 貌似没有必要切换呢 你为什么要切换呢 好 这个地方给大家解释一下 HSI 它的最大频率是多少兆 16 但是它也有其他的特点 第一个 它是一个不精准的16兆 并且 它很容易受到供电电压 和环境温度的影响 明白意思吧 它很容易受到供电电压 环境温度的影响 好了哟 那你如果说 你在进行SPI 或者不是SPI 比如说我们在进行UART 我们在进行这个 窜口的通信的时候 打个比方 窜口通信的时候 那么我问大家 窜口通信 是不是要设置波特率 你这个 这个主时钟的这个频率 你在波动 你的波特率 是不是有误差 如果说你这个 传的东西比较多 那你累积误差就比较大 那么你用HSI 它会不会出错 它会不会乱码 就有可能哦 是不是 而且我再打一个例子 打个比方 你非要用HSI 如果说你在进行精确的时间定时的时候 我问你 本来HSI就不是那么稳定 你在精确定时的时候 你敢说你这个精确的定时时间间隔 不会出现波动吗 那如果说出现了波动 你怎么办呢 那你不就是得要切换到HSE吗 对不对 HSE它虽然说它增加了硬件的制造成本 虽然说它有可能有失效的可能性 但是它的这个精准度和它的温飘的特性 那都是比内部的这个时钟源要好得多 所以说这个地方给大家介绍 为什么要把HSI切换为HSE 正因为有这么一个需求的场合 所以说才有这么一个切换的机制 好了 这个地方就是我想给大家解释的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 就到了我们的学习和交流的阶段 我们说 如果说大家呀 需要我们的小王子的开发平台 希望大家呢 登陆到我们的私修链子工作室 去进行一个采购 那么在这个STM8学习的过程中 遇到了相应的问题 也希望大家加入到我们的305348768 一起和我们的讨论和学习 我们也会不定时的在这个QQ群里面呢 去更新一些资料文档 好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个地方 感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